今年鹿谷香农会冬茶比赛 淘汰率高达49% 能在6716件茶样中脱颖而出 可说是相当不容易 而茶农前如两所制成的茶样 更是获得特等奖殊荣 日前他也特分享制茶经验 我把尾雕 日光尾雕 室内尾雕 还有包括搅拌 我都做得比较重 就它的发酵度比较足够 可以不用焙得很重 它的茶汤就会相当的厚实 那也不会有火的味道 可能就因为有这样的优势 所以就取得了主审他们的青睐 希望说制茶的方向 大家还可以保有我们冬顶茶的 这个特色跟文化 那追求我们发酵度重 侯运重 只会重的这种在地特色茶 让我们鹿谷茶能够继续的永续下去 能做出这样的优质冬茶 并在鹿谷香农会冬茶比赛中得奖 鹿谷香农会秘书林献堂 也肯定钱先生的用心 并邀请民众能够踊跃购买收藏今年的冬茶 我们这会鹿谷荣会冬茶比赛 从6,716镇里面 选到特等奖 特等奖的得主 钱如良非常认真研究 这地的借促到平地的技术 它从平地盘已经选25年了 我们这会蛮注重 我们冬茶就是要选法家较高 然后白费白有搭 就是白有头的地 这个基本条件 这般特等奖都充分显现出来 说起来这感非常非常好 所以每天我们消费者来品尝 也每天我们消费者来收藏 钱先生参与冬茶比赛能有这么好的成绩 先议员吴瑞芳恭喜他的表现 并肯定他的努力 今年我们六个冬会 就特等奖的钱如良 的这个地狼 在做茶 他有28年的经验 慢慢的累积 今天有很好的成绩 得到我们108年 我们的陆古冬会 特等奖 非常的不容易 这也是他的辛苦得来的 议长何胜峰恭喜钱先生 参与比赛能获佳姬 也期许透过茶农与冬会的 用心经营下 地方茶产业能够持续成长进步 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记者卢宇凯 入股采访报道